由人氣動漫畫作品改編的同名遊戲 《一拳超人 無名的英雄》 最近在 PS4 上展開旗艦限定 連線對戰為主的封閉測試 讓我們趕快一起來看看這款遊戲的特色吧 在封測版本中 兩名玩家可以各選擇三名角色 在對戰中隨時切換上場 接下來再分成有其遇跟沒其遇的兩種模式 因為奇遇老師太過強大 所以要是想要選他來使用 會變成像是另外的參戰角色 不能隨時切換上場 正式開打後就要必須以2比3 想辦法撐到奇遇老師抵達 而總是晚一步到達著他 設定上需要等270 秒才會抵達 但是只要能夠打出漂亮的連段 或者閃避對手的攻擊 就能夠加快奇遇老師抵達的時間 上場一拳把對方打飛喔 對戰時我們可以利用輕重攻擊的組合來派生招式 另外透過長按攻擊鍵 也能夠使出破防、飄飛攻擊等等 其中在被攻擊的前一刻使用防禦 便會帥氣的閃避到敵人身後 對方也會因此露出極大破綻 如果要玩得好 這個技巧是必須要多加練習的喔 當然啦每個角色都有三種招牌必殺技 S級英雄和鬼級災害等強者 更是有個強力的超必殺技 若是命中將會一口氣扭轉戰局 而遊戲在正式上市後 又會新增什麼樣的新內容 粉絲們就拭目以待吧